词曲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石学跟金没有关系 跟石头没有关系 它全要变成纸本才能流传 文章纵色是那样的纸 是那个踏片 我觉得悟空这个完全符合 加拿大非常精彩的传播学派的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多伦多大学五十年代 著名的传播学教授伊丽丝 在她的那本重要的著作 传播的篇项里面谈到 就是传播技术决定知识形态 不仅传播技术决定知识形态 传播技术以及传播技术所形成的每一届 决定文明的风格 文明的状态 我们的文明是被指决定的 那欧洲就不是这样子 欧洲也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 才开始有像丢热的版画 那版画他们也是为圣经服务 欧洲的书写跟圣经有关系 那么圣经他们有纸张之前 圣经是羊皮纸 有专门的书写员 这个书写员后来到了古城堡那种活字印刷出来以后 这个行业就消失了 他们的职业就是书写 还有插图 所以我们研究从公元七世纪到十世纪 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 美术史的一个非常重要 西方美术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 就是各种圣经抄写的插图和装针 包括美术字体 但那个概念 它跟基督教的传播有关系 而且它是非常珍贵 每个教会一本 或者教皇有几本 真精彩的 它不能广泛流传 因为它没有活字印刷 但是重要的还不是没有活字印刷 重要的是按照天主教的传统 普通信众是不能读圣经的 圣经就是教父来解释 靠神父来解释 只有牧师阶层 他们才要去学哪里 因为他要掌握权威性 对 而中国不是 为什么中国发明纸张 发明印刷 这两个中国当然不让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印刷 那在那时候 宋元甚至唐的时期 他的纸张的成本高吗 记得我们按照历史的记载 东汉就已经造纸造出来了 对啊 造纸造出来 他成本再高也比扬米子弟 那肯定 但我就知道欧洲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他的纸张的造价还是很高的 而且跟中国很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已经是制造带水印的纸张 就是因为宗教他要控制这个权威性 他怕其他人造假 所以他垄断了这个纸的行业 所以西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西方就不是一个文读传统 中国就是个文读传统 文读传统的核心是纸的 所以我们才有 就中国人就不管怎么样 先复制下来再说 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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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没有版权概念 一方面读书 一方面没有版权概念 所以中国的文词很有意思的 这个 中国这个传统构成的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 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创造 在先期就完成 先期以后 最重要的学问就是做注 做注实 抄写 所以中国文人的特点就是这样 你要理解这一点 你才能讨论 中国比如说明清的文人 董奇昌 徐卫 李云林 这些人浪荡江湖 衣馆毛笔 几张纸就可以走天下 有人专门做了一个研究 这个明代有一个江南的画家叫李日华 一个著名的文人画家叫李日华 李日华留下过一本笔记 叫做《渭水宣日记》 那么《渭水宣日记》写的就是他的书画生活 那么他生活在太湖一带 那么他有一个画船 画法 这个船呢 就在湖上走走走走走什么地方靠岸 然后呢 朋友们到船上去聚会 去吃喝玩乐 去骑行说话 结果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 就把那个李日华 那个《渭水宣日记》里边 他所描述的地点全部串起来 就把他的旅行图全串起来 同时告诉我们听 在明代中后期江南一个文人拥有一部这种画法 就等于今天拥有一部老实来世以来 这个豪华的装备 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码头到一个码头来画 跟他有文人气息是吧 一到一个地方文人们都过来相聚 买画了也过来相聚 他的画就卖出去 知道吗 这是个家网方式 我这样讲的意思 这种方式现在也可以做 其实这家现在不是比讳吗 不是到处拔 我把它称之为拔毛吗 没有在温哥华也可以 有这么多海岸线可以 所以从老外的角度来讲 他很不理解中国人那么喜欢当场辉豪 中国话就耍 这某种意义上就是耍 就是一种细耍 就是在你面前 就是要告诉你我多么牛 那可以说这种是行为艺术 我们也可以理解唯种协为艺术 但是我告诉大家听的是 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是纸 跟纸有关系的都会评为高 所以文人画是在纸上做功夫的 纸在流传 纸有很好流传 有法收藏 还有剑下笔墨等等 它连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当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的时候 以此为媒体的这种艺术品存在的时候 它怎么可能像比如说像刚刚所说的 米克朗基罗的文艺复兴那样呢 它向谁接活呢 它不用接活的 它都互相把玩 然后商人阶级要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就把你的把玩的话拿过来 要求传名声 有长家 长家把作品注录下来 提高它的画架 长家还是造假大家的 为什么 它不造假它的画怎么来 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美术史家 如果这样说 中国的私人长家的存在 其实比西方要早 那当然是了 中国明星有大长家 明代相氏家族多厉害啊 宋朝有吗 宋朝已经有了 宋朝最大长家是皇家 还是皇家 皇家最大长家 你看太平预览 你看那个薛河画谱 你看薛河画谱 其他官员应该也开始有了 皇帝长底下也长 皇帝长一流的 我一长二流的 但西方就不行 西方就是被宗教垄断了 在这方面 就直到17世纪开始 然后改造犯态 长家的就流散了 被烧毁掉了 中国有几次重大的文物的这个 被损毁的 就是这种动荡动荡 比如说著名的这个侯景之外 是吧 比如说著名的隋阳地 他也收藏很多东西 他到处逛江南 也喜欢在床上 非常豪华 他本身文艺的休养也很高 船是成效水里面就没有了 是吧 他存在哪里 大运河不是很显 这个要查历史 这个要查历史 你包括中国历史上很多这种 就说纸张他有没有下来 所以中国很多古东西没有了 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东西 比如说顾凯志的话是他了吗 反正目前我们都记不上认为不是考 没办法考证了这个事情 专门有人考证 专门你们有兴趣可以找这种文章看 但是考证也是猜测 对 就不能够实锤说 对也是猜测 一定是他的 甚至有一些美术史家大胆地提出来 你不用猜测了 可能就明代的人伪了 什么人伪造呢 长家 就好像 长家是吵架 他们做生意的 说 蓝婷旭 有没有蓝婷旭 这个也诚疑问 这本身是个问题 我的一个 我的老朋友在日本十几年就研究蓝婷旭 研究王羲之 像齐小春教授 他的结论就是 根本就没有蓝婷旭的事存在 为什么 第一 他经过他的考证 他说他穷尽了这方面的古典文献的资料 告诉我们几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可以反驳他 你有兴趣的话 第一个事实是 蓝婷旭这本文章 是有一个完成过程 并不是王羲之写完的 他把之前的半禅的文本找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这样的发现 他有一个过程 后来补上去了 到了王羲之才定稿 这样如此 又还有什么蓝婷旭的书法 好 这个什么 取水流伤 我到过那个现场看了半天 那么取水流伤 有什么好玩的 那么把那个水流流去 然后把那个酒杯 写了一句 读了一首诗 然后把酒杯一放 到了你那里还没写出来 就罚喝一杯 他怎么能稳流 我当时很多物理问题出来了 这个酒杯放在水里面 他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 放到里面前 还是一杯酒不翻过来的 他一定是要墓杯子吧 那时候如果 我怎么知道呢 这个慈悲绝对是成的 反正就是 当然这个聚会究竟存不存在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金老春的观点是不存在 不存在问题很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中国第一帖 南提区有三个重要的模本 唐初的 这个三个模本似乎是真实的 一个是楚岁良的 一个是佛城树的 一个是欧阳荀的 是吧 三个本子留下来的 诶 唐初的这三个本子 怎么会留下来呢 他们是临摹什么的 按道理 我们因为它是临摹南提区原本 对不对 甚至有人猜测 南提区原本在 在谁呢 在谁呢 在唐太宗的墓 因为唐太宗太喜欢南提区了 对 有这样说过 但是如果说七小村教授的研究是有道理的 南提区是不存在的 唐初这三个大官 三个都大官僚 魏智宰相 所写的这三个 著名的南提区的模本 干嘛 为什么 对 为什么 为什么要复制 为什么要复制 他们 根据什么模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再做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是因为唐太宗太喜欢王岐志 他要给王岐志造神 也就是说唐太宗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 他要把王岐志抬成书胜 怎么抬呢 宰相们临摹 有一个版本呢 故事就出来了 这是大胆猜测 没有任何根据 那这个猜测我觉得也不是没道理 书马家势底画家宗教 唐太宗是哪人喜欢王岐志 是吗 问题是一个皇帝 把自己的兄弟都干掉了 父亲都逼傻掉了 才夥了皇位 居然是伟大的皇帝 但也肯定是个残暴无比的皇帝 他凭什么还需要去 通过这种奇怪的方式 去抬一个书法家的伟大地位 还要做一堆假论 假论真的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意思 很可能有哪一个小专家有戏剧 可以编一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出来 一定有不可高允的目的藏在后面 但是不管这个目的如何 不管这个故事如何精彩 或者说是假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文明的彩底是指 而不是石头 不是temporary 其实我们所知道的 画室里面所记载的 比如说黄修复的益州名画录 朱锦璇的唐朝名画录 张燕远的历代名画记 里面所留下的大量作品 其实是寺庙的作品 寺庙壁上的作品 今天所残存的 比如说元代的壁画 其实非常非常精彩 比如说里面有兴趣 可以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看这张著名的元代壁画 钥匙图 都是从山西洪洞县 那个什么上圣寺里面拿下来的 那个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故事 对我们上次说了 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艺术 都是接单的接活的 那在中国佛教也是的 就是说我这样说的意思 就提醒大家 其实中国早期人物化 很多是属于为寺庙服务的 为和尚服务 为佛教服务 为寺庙化的 他们要考虑生活的 郭凯臣也好 什么也好 他们都留了大量的壁画的记录 大家的话都不存在 已经没有存在了 今天我们觉得他可能很精彩 但是其实 吴道子也好 张生瑶也好 郭凯臣也好 他们在寺庙里面的壁画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说从宜存来讲 那个壁画非常精彩 比如说北京现在的那个法海市 那个元代壁画重新修补出来以后 极其精彩 所以我可以想象 唐宋元的寺庙壁画 非常非常重要 但这个没有成为了中国的主流吧 因为一个是从文人我刚刚说的 纸招是第一 强算什么 下三难了 第二个寺庙也不能作为重要的东西 就好像西方黄泉还是在宗教之下 但是在中国宗教就是在黄泉之下 就是被毁的 我们现在通过考古 我们可以研究陵墓艺术 陵墓艺术里边的陛画也被研究 但是我们看画室注录里面的很多壁画 只看到名字 画不存在 我们根本没办法写一部中国寺庙壁画室 因为没有材料 不仅后来被文人认为不重要 关键没有材料 如果说保留的很好 真的绝对是非常精彩 可以想想非常非常精彩 你们如果不信 那你们就去大洲博物馆 亚洲馆 你就看了一张元代的无药师图 你慢慢看非常精彩 可以说令人震惊 但这个传统没有了 因为我们写不出来了 没有材料 现在写出来的是墓石壁画 比如说我广州美术学院的 这个人文学院的前院党敌 李清泉 李清泉 他最重要的研究就是 聊戴墓石壁画研究 他研究了几十年这个东西 那个壁画是因为在坟墓里面保留 看完以后你再去看残存的元代壁画 比如说钥匙图 比如说永乐宫壁画 比如说法海市壁画 你会发现 其实坟墓里面的壁画是下山的 画的没那么好的 好的在上面 因为坟墓谁看呢 找个画工就把它画完了 这个到今天为止 这块研究不了 没有材料 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听 中古时期的中国画家们 他们也接班 他们也有工作室 流传下来是坟本 我们现在知道有坟本的存在 就是寺庙里面的所有的宗教都有规定 今天这个传统只有在唐卡里面还维持 今天中国汉族地区寺庙的新壁画 看来你绝对除了伤心以外就是伤心 没有第三个字 奇差无比 然后我们只能够在唐卡的这个传统里面 体会到宗教艺术的神圣和伟 因为它还有很多规定 很多规定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这是你的同学 去画唐卡的 谁去画唐卡的 是你同学 不是你的是谁的 谁跟我介绍的 他跟我聊了半天 我很感动 他嫁给一个西藏人 他的西藏人就是唐卡画家 在北京画唐卡 不是你去介绍 谁介绍我忘了 反正就是说 这个告诉我今天的佛教艺术 还留下来的 值得我们尊敬的唐卡 那么有一天创新性 会不会把这个会摧毁掉呢 我不知道 但是千万不要到 汉族地区的新修庙宇看壁画 看那里枯笑不得 奇差无比 坟本完全没有 但是坟本很重要 中国传统寺庙 盖一个庙 那个画 要找画工来画 依据什么 这个坟本 所谓坟本就是一个宪庙 把宪庙把它放大 有规定的 观音如何 手印如何 文苏菩萨如何 普策如何 排位 全部有规定的 大小 对 全部有规定 按分本就好了 所以甚至有的认为 谢赫的六法 不是他画 他那是怎么样去 把坟本 画下来的六个原则 这个也有道理 我觉得也有道理 这个解释很有意思 他认为谈的就是 比如说传一磨血 其实谈的就是 如果把一个坟本 扶持到墙上 谈的是这个 这个猜测也有意思